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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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云 公主 你是怎么了 怎么气成这样啊 还不是我黄儿娘 她和那个讨厌玉珠哥哥 联合起来欺负我 她响了我一巴掌 我黄儿娘不疼我了 怎么会呢 公主 公主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惹娘娘生气了 我哪有做错什么事 是黄儿玛和黄儿娘不好 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 他们就非要我嫁给 那个风声音的不可 简直气死我 公主 不是巧云要泼你冷水 只是 皇上的话就是圣旨 这事恐怕由不得你了 我就不信 巧云 本宫现在命令你 帮我想个办法 让我别嫁给 那个风声音的 公主 我只是一个宫女 我哪有什么办法可以想 不过 十五阿哥常说 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有些时候 危机就是转机 十五阿哥他 就爱说大道理 没想到你也跟着他瞎几后 危机就是转机 你告诉我啊怎么转 这 我就不知道了 一会儿你见了十五阿哥 你再问问他怎么转好了 你们大好 十五阿哥 封了亲王以后 你们就搬到皇宫外头的亲王府去了 有时候三天哪 还见不到你们一面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无聊 是啊 在皇宫里就属皇上最大 做什么事都得提心吊胆 出了宫后啊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 天高皇帝远 对啊 我如果趁这次澄清的机会 我又想办法运出去 跟你又来个私奔 没错 危机果然就是转机 公主 你在想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没有 没事 没什么了 对了 巧云 我成亲的时候 你能帮我梳头吗 公主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想通了 你先别管嘛 你先答应我 好不好啊 嗯 公主吩咐 巧云照办 好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还有 看是李嬷嬷时间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公主吩咐 巧云照办 好 对了 我想到还有点事 你先到房里等我 待会我们再一起过去 很快的 嗯 好 那巧云先走一步 去吧 告辞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